我看在這裏 他說這邊有兩條直線 他說這兩條直線平行麻煩求 平行有什麼特徵 代表說這兩條直線協律會怎樣相等 這樣行不行 來告訴我協律是幾負的b分之a 所以負的n加3分之n加2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協律相等嘛 所以協律是負的b分之a 這樣行不行 這也是一樣 協律會相等協律是幾負的b分之a 負的2n-1分之幾6 這樣行不行 寫到這邊時大家都有負的把它拿掉好不好 所以n加3分之n加2 會等2n-1分之幾6 把它交叉相乘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n加2 乘上2n-1 會等6倍的n加3 這樣行不行 所以我把這邊爆開 變2n平方 -n加4n加3n 再-n 等於6n加幾 18 打 8 或者是即是出來了 所以答案有幾個有兩個錯 為什麼錯你要知道什麼叫平行 平行代表前面斜率要一樣 但是它後面位置可以一樣嗎 不行 所以說碰到平行這種題目時麻煩你 算出答案不要太高興 麻煩要把它帶回去驗算一下下 這樣可不可以 你看一下 m等於-2分之5的時候老師可以推得 你看一下這兩條平行這兩條實現 l-2分之5代-2分之5加2-2分之1x -2分之5加3加32分之1y等於1 這是6x沒有問題 -2分之1x而且2x4x-2分之5 等於1x2-2這樣行不行 我們把它稍微整理一下這比較亂一點 把它同乘2變x 乘上-2-y等於1x4x-2 這兩條直線不僅協力會一樣 連位子也會一樣對不對 所以m等於-20基本上 這時候不叫平行 這時候叫什麼叫重合了 對吧 所以說可以等於-2分數嗎 不行 那你看一下m用四代代進去 4加2 6x 加上7y 等於1 用四代 6x 加上7y等於-12 不錯 協力一樣 後面不一樣 不一樣 這才叫平行 對吧 現在了解我實際上 所以算出來的時候麻煩你注意一下 好不好 這時候 算出來把這樣 帶回去 討論一下下 它只是代表平行和重合 都是因為協力一樣 對不對 所以說協力一樣算出來這兩個檔案 到底誰是平行 誰是重合 你要把檢案 帶回去 再去把印算一下 這樣可不可以 把這邊看一下 時 compare 我們等一下 我們 limb随